哈囉大家好 我是有煌煌煌 我們現在在華碩ROG的Computex 208發表會現場 那它剛剛就帶來了最新的 也是ROG第一款ROG Phone 也就是這個遊戲手機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呢 這次它這個ROG Phone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還有它有推出非常多的配件 我們也一起來看看這些配件跟手機的一個結合 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手上拿到的呢 就是華碩剛剛發表的這個ROG Phone 那它這個ROG Phone竟然是在掛ROG的品牌 那它當然就是針對遊戲有非常多的一個特殊的設計 那首先它在一個硬體上面 它也是目前所謂是最高階 那包括它的螢幕的部分就是6吋的一個螢幕 那它的處理器也是Snapdragon 845 而且它是一個算是特規的一個處理器 它的時脈可以到2.96GHz 那RAM的部分也是直接達到8GB的部分 那記憶體的部分呢也有也非常的大 那其他的硬體的配置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正面除了一個大螢幕之外 它有一個立體聲的雙前置喇叭的設計 那還有側邊的部分也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是 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一個特殊的記號 這邊是一個超音波的一個感測器 那包含這邊有兩個 然後另一側的下半部 這邊也有一個 那它可以做的就是你的一個手勢的感測 像在遊戲裡面 你去一個正常的一個遊戲的手勢去持握的時候呢 頂部的這兩個超音波感測器 它就會是LR鍵的一個功能 那底部的這兩個感測器左右兩邊呢 它就是可以去做握壓操作的類似其他品牌的一個握壓操作的設計 那在遊戲裡面你透過LR的部分 只要是本來它遊戲去對應手把的時候有去支援LR 那它直接在這個RG Phone上面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超音波的一個 sensor去做LR的一個操作 那Squiz的部分是之後 它就會預計會開放使用者去自訂一些特殊的功能 那這個是它的外部的部分 那另外在軟體的部分呢 它有設計一個叫做XMode的一個模式 那進入XMode模式之後呢 它總之就是一個遊戲的一個特殊模式 它除了可以快速的去釋放手機的資源 讓手機的運行更順暢之外呢 它也可以去屏蔽一些比如說後台的 算是什麼常駐軟體的一些 佔用資源的一個部分 它也可以去做調整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它所謂一個Game Center的部分 那像如果你說你們有在買一些那個RG的筆電的話 其實它也會有類似的一個很科技化的一個介面 那這裡面你就可以去看到 像它這邊就是一個系統的一個狀況 包括你的處理器的一個時脈啊 溫度或者是記憶體的狀況 那這邊也可以快速去開啟剛剛講過的一個XMode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去裝上它的那個風扇配件的話 這邊可以去直接控制風扇的一個轉速這樣子 那背面的部分有一個就是ROG的一個Logo 它就跟所有的ROG的其他裝置一樣 它都是有一個LED變色的一個設計 那你也可以在這邊在Game Center裡面去直接去自定義 自定它的一個顏色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ROG Phone的一些配件 那首先是這一個風扇的配件 它是買手機的時候就會直接附在裡面的嘛 那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它很有可能會就是手機它會比較高溫一點 那高溫的手機它就會降低手機的運算效能 連帶影響到你的遊戲的體驗 那現在這個配件呢就是像我們現在直接把它 透過這個插槽直接把它裝在手機上面 OK那它就可以去幫助手機來做一個散熱的動作 那我們直接剛剛進到剛剛Game Center裡面 我們直接進到Game Center裡面呢 它也可以去 從這邊就直接去調整風扇的一個轉速 好那麻煩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個 它的一個可能是一個Darkin 手持的Darkin的部分 主要的話這個Darkin就是 主要是配備雙影響 然後上面的這個插槽就是把手機插進去 然後這個螢幕是原本就附在這個Darkin上面的 等於這個只是作為一個螢幕 然後這邊有訊號人 那我們 不行 不好意思 然後你上面下面兩個畫面 你就可以執行任何你在手機裡面的應用程式 可以分開執行業可以開同一個遊戲 你甚至可以開兩個遊戲也都可以 比如說我上面先開一個Game Center 去監測我現在遊戲的環境 甚至你可以開Twitch去做直播 下面的話你就可以開你想要玩的遊戲 但是我現在玩賽車遊戲 那這個Darkin本身呢 其實它也是有公典的 那下面是6000毫安配的電池 然後上面有兩個實體的按鍵 就代替L1 R1的功能 讓你有掌機的體驗 那它的螢幕其實用的跟手機本身是一模一樣的 是6吋的AMOLED螢幕 然後一樣是90Hz 1ms的反應助力的螢幕 像譬如說實況主的話 因為它上面就有視訊鏡頭 它其實你就可以一邊做實況 一邊這邊在玩遊戲實況 一邊可以看你的Twitch聊天室 所以說你可以在這邊跟室友 跟你的隊友 呃我忘了 跟隊友做Skype溝通 然後它這個同時 它跟手機一樣 就是前面都會有兩個喇叭 所以這樣總共是四個前出音喇叭 就大概就是它主要的一些 然後它同時其實後面也有SD系列卡的插槽 跟這邊是充電控 它這裡呢是我們的耳機插孔 所以它跟我們手機本身一樣都是有特偏插孔功能 讓你玩遊戲的時候不卡手 主要就是它的 其實要支援這樣子雙螢幕的 可以去跑動兩個不同的層次 就要具備非常強大的效能 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這是一個搖桿的配件 它透過一個Type-C 它去跟這個RG Phone去做一個連接 那可以看到上面其實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一個實體按鍵的一個操作的 一個實體按鍵的結構 那包含像我們的四項按鍵 還有四顆基本功能鍵 然後還有頂部呢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LR的部分 那現在看到是一個WIGI的Darkin 那它就是可以做手機的一個無線畫面的傳輸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一個手機的一個賽車遊戲 它的這個畫面呢 就是直接從這邊的遊戲 去直接去做一個即時的投影 那因為透過它這個WIGI 它是一個比較高的一個傳輸速率 所以說這個畫面它的延遲就會 比起一般的一個無線的投影就會順暢很多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配件 就是ROG Phone它的一個Darkin 那這個Darkin它主要有四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 像我們現在在演示的這款遊戲 它就是可以透過這個Darkin 然後你就可以額外去接上你的鍵盤跟滑鼠 來進行一個類似PC遊戲的一個遊戲的操作模式 那透過這個Darkin它可以去 好這邊有三個特色 主要是它可以輸出到4K的一個螢幕 所以說你可以把你的遊戲畫面投放到一個4K的 4K螢幕的一個高畫質的螢幕上面去進行 然後接下來是它有一個有線網路孔的設計 所以說你在連網的時候 你也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你的網速也會比較快 那延遲也會比較低一些 那另外它還有支援5.1聲道的一個輸出 所以說如果你的遊戲 還有你加你的喇叭雙倍 有支援到這個等級的話 那你的整個聲音的體驗就會更好一些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針對華碩的ROG Phone的一個介紹 大家最喜歡這支手機的哪些功能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HeadingUpdate HeadingUpdate